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六月二十日 今天摘荷蘭豆是兩個星期之前摘過的 上個星期我亦摘了少許 首先給大家看看荷蘭豆有多少 我沒有摘過兩個星期 有點老了應該要摘了 上個星期應該要摘了 我沒有空 所以老了很多 而且摘著荷蘭豆和樹 都已經開始老了 我希望今天摘過之後 就放些肥子 看看能否把花植出來 已經有很多很多豆粒 有很多可以摘過 本來如果摘了會更加多 因為這陣子沒空 就天天做工做到天都黑了才回來 所以沒有摘到 豆上下已經是清了很多 很多已經可以摘得了 這些已經可以摘得了 如果吃來講摸到很老 但它還可以吃得很長 很多的豆粒 今天就摘了這麼多了 這裏有好幾磅重 可惜我上個星期沒有空摘 如果上個星期沒有空摘 起碼多個五個 那裏 希望你現在剩下的那裏 就可以來這個星期還可以收 到時可能再收多一次 那些豆腾就已經老化了 不能掉了 那些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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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時我再有一個影片 如何去處理這些豆腐 給大家看 OK 拜拜 多謝 多謝 吃 吃 看 吃 吃 吃 感谢观看